留下來的 放眼世界 把握環球機遇 接通各地港橋 堅尼地政經 馮智晶 好 歡迎回到星期日的堅尼地政經 今天不好意思 因為我設備突然不好 令我用機頭收音 所以說的聲音有點不同 但是楊Sir的聲音 楊永宇博士的聲音很漂亮 繼續聽到他們的聲音 但是今天找楊Sir來 是因為有些驚嚇的 就是早大概一個星期都沒有 就是楊博士在Facebook 出了一篇文章 關於他引述以前的考評局的說法 就說在這個國際認證上面 DSE是用這個通識科 是一個很重要的認證的手段或者工具 一旦這個通識科被取消之後 影響到DSE的國際認證性 這篇文章一出 我看到是非常多人瘋傳 要麼我看到下面分享的人 就是我們的老師 學生 校長 要麼就是家長 我今天就來訪問一下楊Sir 你親身說出來 其實那件事是什麼呢 會不會有什麼特跡 我想是希望是假消息 你快點說出來你的消息來源是怎麼樣 沒有的 其實本質上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尋常的很平凡的Facebook的分享 因為那時候Just Happen 我就看到我前老闆劉家瑤 他有個報告說 他那時候做了一陣子去英國的告示打那裡 什麼旅遊 途經2009年的時候 在當地Yukas這個地方為DSE做國際認證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有一點點的回憶 說了一點點的情況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小人說出來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可以是一個香港教育史的很重要的文獻 所以我就問了他之後 就和我的Facebook朋友 IG朋友來做愛心share 其實他就說了什麼出來呢 因為其實任何一個新的課程和考試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改朝換代 要廢了HKAL 然後就做DSE出來 DSE其實是一個很貪心的課程 他想要橫跨CE和A-level 兩個level的程度 所以你要重新認證 做了課程出來之後 如果沒有國際認證的時候 其實你只不過等於一個普通香港的補習社 你自己做了一些worksheet 課程出來 自己黃婆賣瓜 賣花 自賣自誇 你要別人肯讀你的時候 你必須要外國的大學覺得正 你才可以吸引到人讀的 所以他們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不是出2012年的試卷 而2009年的課程公佈之後 就要去外國做認證 去英國的時候 他就去了Yukas的地方 當時他們面對一個難題 因為香港的課程 因為香港的國科的課程 和英國的差異是非常之大 就算英文的課程和英國的差異都很大 因為英文的課程在香港裡面 那時候的A-level 其實它是基於U-E 就是Use of English 平時的文書用途會比較多 跟英國日常的英語的運用 其實是差大一點的 所以我們的英文科去到那邊 其實你只不過要求人家的課程 寫600字 人家覺得很低階 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幫我們看看 所以面對種種的問題的時候 突然間IES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為什麼呢? 其實它是代表著一個很暫身 就是香港來講很暫身 而在外國來講 是很尋常的一個課程 因為它是很重視那個enquiry approach 很重視那個分析 很重視那個高階思維的應用等等 所以當它的IES被人覺得 咦?你可以做到三千多字 訓練到學生一些題目的議定 分析的能力等等的要求 這完全是西方社會要求的 現代公民的技巧來的 哇!正! 因為有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language和技巧都可以達到的時候 這件事其實不僅是提升到整個DSE的課程形象 更加是可以幫助到英文科不足 因為當時我們全部是用英文的課程 和那些sampel過去給一些西人看 當然當時我們沒有告訴大家 將來有很多的讀LS的人 用中文回答的 當然不說這句 當然會告訴你 你用英文回答的時候答得多好 所以我們那個LS就可以幫助到英文科認證的不足 因此就順利過到那個認證 如果你說到這一部分 我覺得首先我要幫一些 不是很熟悉教育界的朋友 將它串聯出來 首先我們要看到 還有就是我們學校考試 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考試 它有國際認證性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比如說你看回現在 在香港教育國網站 生涯規劃的那個網站裡面 有一些課程有一些大學 你是不需要另外考試的 你是需要直接用DSE成績 就可以拿到一個取錄的方法 所以證實了一個國際的考試 國際認證性 是對於香港學生去外國升學 或者全球承認很重要的 去到這一步 下一步就下來了 我的A就是你的五星星 多少分打多少分呢? 楊老師剛才講的一刻 有一點點令大家摸不盡頭腦 楊老師明明不是講老sir嗎? 講通識科的嗎? 為什麼會講英文科呢? 因為在現在香港裡面 英文考五星星 是等於在英國考英文拿條A的 是一樣的 但是你從邏輯上解不通的 就是香港人的英文作為第二英語語言 英國人作為第一英語語言 為什麼我們兩個程度都相通呢? 楊老師就說了一件事出來 那件事我想沒有什麼人 尤其是不是家長 我懷疑家長都不知道 那件事叫做IES 那IES就是獨立專題研究 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還是這個名字 沒有了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通識科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報告 大家考完DSE之外 還要讀IES 那因為IES寫的字字數夠多 而且因為它拿去英文卷考 好嗎? 所以它就會認為 雖然我們的作文卷的卷數 那個字很少 但是IES也是一個很好的公式 就可以認證 所以在這個主科之下 就將這個認證搭上去 但是先問一下 有兩個更新 先說IES 今年我們IES取消了很多 好像獨立專題研究 在2020年之後 已經不是一個很重點的項目 學校想取消它 或者教育局想取消它 是不是有這樣的方法來的? 因為其實在佔中 或者預算運動之後 其實這個EDB已經將LS 尤其是IES 視為這個眼中釘 因為其實有些的考生 是會借這件事來講社會議題的 所以它會覺得 你保留IES 等於是鼓勵學生 來做一些反建制的行為 它是這樣想的 所以其實將一個原本學術的意味 這個EDB 率先將它腦海裡面政治化了它 所以其實就 由那個時候開始 EDB就想改革這件事 甚至乎想廢除它 後來就好了 如果疫症出現了之後 就說我們想幫助考生 讓他們預備考試 不用那麼辛苦 所以就索性暫時取消這個IES 直到這一科沒有了為止 所以其實變相來說 學生能夠表現出來的能力 的機會是少了的 即他們的高階能力是表現不到出來的 但是如果他這樣看的話 我們通識科沒有了 通識科沒有了 通識科以外 有沒有其他有IES 即是英文科 會不會有自己的IES的存在 我看都好像沒有訊息 其實IES 他只不過是通識科裡面的效果 評核 他自己有個名字給他 提到這一點我們又可以說另一件事 就是說整個DSE的設計 課程目標裡面其實是有相當多的技巧 是要靠效果評核來表現出來的 比如說LS 或者History 那他們怎麼搜集資料 怎麼進行一個所謂延伸的討論 就是要寫一個長字數的文 來做一些argument 那你有這個元素的時候 其實就會是 讓傳統上面那些所謂knowledge-based的課程和考試 是補充了它的不足 所以沒有了這個SBA或者效果評核的話 其實是令到整個課程 尤其是文波的話 有很多的目標是做不到的 當你的目標做不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問了 那變成現在你說是一個 這個和A-level等同的大學入學士的水平 但是沒有了這個SBA之後 其實還可不可以達到 就是英國A-level那個大學入學的基本要求呢 這一點其實我們是必須要問的 所以其實他那時候因為種種的理由 或者藉口 來剩下那些合本評核 尤其是IES的時候 那其實整個DSC的設計 就和原本的設計 那個理念是相差很遠 最終受害的當然第一件事 就是學生的技能分裂不了 或者發展不了出來 第二就是課程目標也做不到 第三就是課程目標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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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還不是一個大學的水平呢 如果不是大學水平的時候 現在外國對UNIF這些課程 就是對DSC的認證 其實就會有一個落差的了 就是它認證著一個沒有大學水平的考試 來做為一個大學任何的要求 你說是不是很嚴重? 你問我這樣想就覺得 你說了一個很好的東西出來的 有疫情的嘛 那我有些什麼就說 疫情那三年我們先取消的 先問一下 我聽完出來我很害怕的 因為我以前在香港 或者可能過去十幾二十年都是 學校的公開考試 其實是負責將所有學生 將由香港的中學去到香港的大學 但是我沒有記錯上一次 已經有研究報告 應該那個就是趙永佳教授研究報告 你會見到就是香港有很多的家庭 已經將外國升學成為子女選擇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當它那個專業性的教育 譬如說來自所謂一些專業人士子女 會主張去外國升學 三大都只不過是第二選擇 所以我們的升學是很全球化的 而全球化那個關鍵呢 就是DSE認證 除非你考了IB 就是這個 另一回事 但是DSE認證呢 是一個很關鍵的項目 那楊老師說了一件事 現在我們的考試 是未必有這麼多大學水平在這裏的 第二個問題很簡單的 有沒有人檢查的 如果有一天老師不抓我呢 我犯校規是無所謂的 那現在呢 我就暫時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每年做這個認證 還是只是一開始認證了就永世都可以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認證 那跟著呢 Yukas就會是就著國科和他們A級的關係 他就會給一個分數 然後根據這個分數呢 大概就是這裡的五星星就等於A級的幾多 那他做了一條數出來呢 那其實現在 就是當時呢 2009年的時候呢 就說 我們的DSE的五星星就等於他們的A 那然後就是我們的Level4呢 就是第四級等於A級的D 就是做了這個關係出來 那做完這個關係之後呢 就當DSE實行了之後 就每一年就抽取若干的科目 那然後就去到Cambridge 去做一個的我們叫做External Vecting 那你去看看你是不是能夠保持那個水平 如果不行的時候呢 他就會問你為什麼會不行呢 那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這些報告全部都是內部的 那它是不會公開的 那所以就算他罵你罵得多麼厲害的話呢 外界是不知道的 那他罵完你之後的話 你捱到過去就可以了 人家都說不好聽 人家收你錢做事 煩不著是要去把你的問題出來 來公諸於世 那所以究竟現在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還是說有問題的話呢 就只不過每一年是熬過熬過這樣去 我們不知道 那但是如果當整個DSE那個系統性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沒有了SBA 沒有了一些探究的元素 或者少了很多探究元素 而回復回以前 甚至乎是CE年代那種 只是Lonish Base為主的情況的時候 再加上整個教育改裡面最核心的龍頭科目 那整個DSE還可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是在引領著 或者創造著21世紀的專才 就是要多元的智能 又能夠做到enquiry approach 能夠掌握到高階的思維能力 行不行呢 那這件事其實你要苦心自問 不是說現在沒有人揭穿你的時候 就得過且過 就在吃老本 就在用2012年的時候 那個認證來一直永續下去 我想情況不應該這樣 我們呢 我就要求很低的 對於他訓練不訓練到人才呢 我都放低一下 首先先 你剛才說了一件事 我們一開始有一個大的assessment 接著每年要續約這樣 就讓他過一過 那現在呢 就是我們在外界呢 會不會收到消息 就是他今年不過關的 我絕對不會 這些全部都是內部的東西 是啊 甚至乎 譬如說 假設現在歷史科 已經變成了一個洗腦科 就是那些能力要求 全部都是低了很多 那會不會就是說 現在特地收起來歷史科 就不像中市科那樣的樣子 因為中市科是用中文考的嘛 所以中市科是從來沒有被外界過的 那所以會不會像中市科那樣 收起來在櫃檔裡 不讓他見人 因此選一些 譬如說Bio Bicam 或者Econ 這些表面上 轉變沒有那麼大的方法 來做一個retting 就算了 我懷疑 是啊 我都說了 我今集訪問你呢 我真的覺得 每次都好像是內部大爆料 我懷疑而已 我懷疑而已 不要說我什麼 我懷疑而已 你推斷 你這個很合理的 如果他每年要我逐約交幾個科 和幾份卷給他 我當然是交數學科了 對不對 我先說 數學科呢 你講講這件事 又有故事了 現在的情況我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數學科呢 其實當時他出街都是這樣跟別人說的了 就是他的認證呢 那麼多必修科裡面 最低是他 最低是他 因為我們現在DSC 是把數學科變成必修的嘛 但是A層級其實是沒有必修的數學科的嘛 哦 是啊 是啊 所以當時你去Yukas那裡拍攝的時候 你會拍什麼呢 情況我不是太清楚 因為這個都是杜定圖說回來的故事 就可能要拍一些比如說 Pure Mass啊 Prime Mass啊 那你便涉及了 是啊 所以他的tariff呢 他的分數是會比較低的 所以其實分分鐘我們當時很主力過關的 就是英文科通識科 就是通識科真的是主膽來的 有機會是 英文科通識科 是啊 還有一兩科的傳送科 那時候History沒有份 History沒有份 那你去到這裡呢 我就不如這樣吧 我先去一去聽一下艾倫莫經 你播一下廣告 接著回來呢 我就要問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已經過關很麻將了 但是其實我想說呢 香港一日千里把握國際大灣區的機遇 我們不止今時今這樣發展的嘛 我們現在接下來的 希望在內地考試場 我們希望自己有內部改革 接著剛剛又取消了通識科 轉了公社科 這些改革我們持續在路上的 What if 我們如果面對著這個所謂的外部的平衡 一旦沒有了 又或者有影響 對於香港教育制度 對於學生和家長來講 有些什麼影響呢 那我們不如廣告回來繼續 我們下期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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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下期待會 我們下期待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 由希望学 暖心出版 好 广告回到来 继续见利地 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 讲了第一段很震撼的消息 就是我们发觉 在当时认证的一开始 原来通息科和IES 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证主力 今次取消了之后 无论变了公社科 没有了IES之后 其实是令到我们的认证 是岌岌可危的 或者是有些影响 不可以叫岌岌可危的 可能内部报告出来 都是很亮丽的 但起码我们会有怀疑的 但是时间是会推移的 因为我们看到 香港现在的考评局 是继续大张旗鼓的 下一年或者今年 已经是希望 在内地增设考试市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梁振英特首 那一间的蓝沙学校 就举了手了 就说我可以 拿来做DSE的考试市场 先问杨 Sir 我们如果当时的考试制度 其实我们有棵主科没有了 有一棵主要的考试 变成为合格与否这么大的问题 现在我们还要开内地市场 这种做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外庭 或者我们对外的认证呢 这样讲吧 一個人你由生癌症去到死的話 其實都有一個過程的 你不會說無論是我的胸很痛 然後你就會死了 是不會的 所以其實當你發現整個DSC的系統出了一個問題 有些重要的元素沒有了 甚至乎你看到很明顯 已經影響了整個DSC那種獨立探究 高階能力的訓練的時候 是啊,問題已經存在了 但是問題是你回到考評局的網站的時候 它會具細無為地告訴你 每一個國家每一間大學 它現在我們的DSC收生的話 你有些什麼什麼科目 你拿到什麼成績就可以進去了 那個系統 如果在外國學校的大學系統裡面 跟我們那個科目之間的互換還存在 但是問題是存在的是它是基於慣性 但是當大家都知道系統發生了問題 這個消息廣為流傳之後 大家對於DSC的印象 還會不會停留這個舊有那個的水平呢 這個其實是值得探究 你這樣說 我們現在害怕第一家消息 如果有第一家開始脫鉤 我們有機會是雪球式脫鉤的 絕對是 一定會 因為其實大家會發覺 原來有些大學已經開始知道這個問題的時候 而採取了行動的時候 大家會相信外國大學多些 還是相信香港或者中國香港的這個 這個考評局會多些呢 這個問題已經是超然若欠的了 另外再說下去了 究竟之後我們繼續再這樣搞這些改革考試下去 幫不幫到我們爭取回外國的認受性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考生人數多了 因為今年我們有自行修生 就是有自行去考小一點 夏年我們有內地學生 就是我們起碼叫做 那個sample size 大了 都不差 會不會這樣可以幫到我們這個考評局的下呢 好 均誠地說 我做事就很均誠的 我不會為了要你的東西衰 我就踩多你兩腳 你考評局的認證 跟修生人數或者考生人數是完全無關的 就算你只有一個人考 就是一個人考 或者十萬個人考 我看的不是你的考生人數 也不是看你一兩張卷考得好不好 而是說你整個課程的設計 那個理念能不能夠貫徹出來 可不可以訓練到你高階思維的能力 有沒有機會讓學生去做一些enquiry studies 來做一些分析性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把你所學到的東西應用出來 所以其實當你的考卷全部都是knowledge base 你都apply不到出來 做不到它譬如說level 5的要求 level 5的什麼要求呢 就是那個學生 是要在一個unseen或者unforeseen的scenario裏面 來將它的知識應用出來 如果你整套卷 你被人看到全部都是背書而已 你的知識其實全部都是靠背書 而不是用一個應用的形式來用出來的話 那你整個考試的水平就會低於別人很多 那別人為什麼要給你認證呢 所以其實這件事跟你的考生人數無關 是跟你的課程和考評之間的關係 能不能夠百分之一百是有一個consistency在這裡 這件事我想更加重要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呢 我只是一個解決方法而已 就是我要在取消了通識科之後 我找一些新的考試方法 或者要做一些探究式的學習呢 去重新替代考試 我們現在用的替代方法呢 是叫做公社科 還要是passel 你覺得這個替代方法 足不足夠去頂堵住這個通識科 帶來的那個優勢呢 你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先給另外一個scenario大家去考慮 就是說當時2019年的時候 EDB應該是 EDB曾經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說它為了要令到小人去讀LS 或者小人去選IAS的時候 它建議就是說讓學生去op out一個IAS 就是說如果那個學生 我打算不做IAS了 那純粹考試而已 然後如果你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那個成績會怎麼處理呢 就是那個學生在那個LS的課裡面 是封頂Level 4 封頂Level 4 你記得這個本事嗎 換句話來說 是有的有Consistent的 沒錯啦 如果Level 4 如果根據那個大學認證 就是UCAS那個呢 是等於A級的什麼呢 什麼Grade來的 會不會有C的 D D 換句話來說 我用一個雷文的說法 如果這個方案實行了之後 等於你告訴別人 等於你告訴別人 IAS的學術水平 是可以等同於A級的A至C 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 我們一旦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他大部分全都是拿D的 就是出到去 就是我不可以說 沒錯啦 如果你作為A級的 對不起 作為DSE的LS考試 純粹那兩張卷的話 最多只能夠是做到 英國的A級的 是D的而已 好了 如果你現在 那個公社科 大家都很心知肚明 他那份卷那個低B程度 是不及LS的11 所以其實如果 好啊 你就做認證了 出來認證是什麼呢 如果公社科的W 其實是等同於A級 就是外國A級的不合格 我這樣說 這樣是不是很公平 是的 不要做認證 不要遞上去 所以你根本 為什麼他這麼 這麼 怎麼說 這麼shamelessly 去出這個公社科出來 然後告訴別人 我只是得達標 還是不達標 因為他明知道這個課程 還有那個考評 是根本完全沒有學術價值的 你出去認證的話 一定死硬的 我不如做得噁心一點 我只是說達標算數了 是不是 這個就是20 就是刮骨療毒的年代 那些教育的話 根本明明是想跟你玩脫勾 玩脫勾的了 不拿個認證的了 我不介意脫勾的 你想一下 我們就回到大灣區 或者回到中國讀書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我的學生去考DSE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想的 如果你一開始就跟我說 這個考試只可以回到大灣區的 那我進來考 我就有賣又賣 大家清清楚楚 我想知道 其實這個是我們一直都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如果萬一 DSE出現了亮紅燈 立刻外國不承認 我有沒有個黃燈機制 讓那些中三學生說聲 喂 不好意思 DSE不承認 轉考GCSE 或者有錢些去考IB 那大家是有賣有賣 那個market是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有沒有個黃燈機制出來了 現在是 自從2020年之後 大家有目共睹 香港教育界的話 他會不會和你玩 綠燈 黃燈 紅燈 他要做什麼 就馬上亮綠燈了 是不是 他根本都不會 諮詢你任何的事情 那一科 就是一科 新高中裏面 一科最重要科目 就是LS是最重要的 坦白說 他是將整個改革的理念 貫徹得很徹底 但是都要把它取消 原來就變成公社科 有沒有問過香港人同不同意 不會的 所以在他們眼中 政治就是在一起 那時候的話 其實他只不過就是 用著吃老本的方法 無論整個DSE的認證 或者公社科都是 公社科如果大家有讀過 有看過他所謂的那隻雞 就是那個CNA Guide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Guide 他的寫法 其實跟公社科沒有分別 他還要假裝說話 我都是很學高階思維的 要分析的 要有這個 他叫做明辯思維 不是叫做批判思維 他改了名字 之類 但是出來的那張sample paper 水平跟LS差多遠 很多人都已經說過 對不對 所以他表面上 都還是很高階 很重視那個能力 但問題是他全部 現在是用吃老本的方法 我以前有個認證 就算我多墮落都好 我都要做那個認證還存在的 他一心想著這樣 所以其實就不會出現你所說 有個黃燈機制 因為那個黃燈已經亮著了 在這個時刻已經亮了 他沒有告訴你先 不會嘛 所以現在我們在黃燈之下 在等著紅燈發生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是 因為其實最擔心的是 那些中五學生 其實我們以前發生過一次 就是當通識科殺科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是拿著這個大學 讀著這個教育文憑通識科 Year 3的學生 準備畢業做通識科 他們整班都在問同一個問題 你殺科還殺科 你不要在我讀到最後一年 你才跟我說殺科 出來變失業 他告訴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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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是政治效果 犧牲了這幫人有什麼所謂 他政治效果可以說聲 三年後殺科而已 你不用死一幫人 他起碼可以轉系過去 讀中史、中文、教英文 他現在不是死一幫人 他不是死一幫人 他要死一代人 OK OK 很OK 因為我想說 當時劏息科殺科 我們看到教育大學 中文大學通識系 那些朋友 通識教育系 那些 每個人都突然說 我讀了兩年回來 想起失業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DSE 是同樣的 有機會有些人進了DSE之後 突然發現 原來快要紅燈了 明天我本身想著 拿完DSE我就去台灣 拿完DSE我去英國、德國 其實最主要是日本 因為日本很多DSE考試 承認的 有些人想著免任何的考試去英國 用這一招去外面讀書 又或者更好的是什麼 如果大家看到美國升學 它有些所謂conditional author 你拿33222 你之前奧數拿第一 奧數拿金針很厲害 UCLA收了你 你拿33222 過到minimum的時候 UCLA就給你進來 突然間33222取消了 沒有這個情況的話 是有機會我們搜 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可以怎麼辦 其實我真的很想問 如果我最後一分鐘才知道 我沒理由真的要花多年操卷 操GCS而已 是不是 其實說真的一句 有平心而論 這個最差的情況 是不會一時生一發生的 因為其實外國也不會 真的知道你每一年那份卷 就是不斷地叉下去 叉到一個什麼地步 它不會突然間做這個研究 但是當它一旦去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今天所說的結論 其實它很快就會知道 尤其是當它和2012年的時候 去比較 所以如果有學術機構 是認真去研究現在香港的DSE 作為一個從學術角度去看的時候 它那個含金量有多少的時候 當它一旦認真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問題就會很快就發現出來 所以你求神拜佛 它就不會做這個事情 只能夠這樣做 你這樣說我就覺得開心了一點 因為我放心的位置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的情況是黃燈 但是其實我們還沒有亮黃燈的 亮黃燈是什麼位置呢 就是希望楊Sir你為我們密切監察一下 當英國政府開始做研究 我們就知道那個是黃燈的位置了 因為那個一做研究 就差不多我們會被顯示不合格 然後我們就要等時間過度 所以其實今天如果我們有些家長朋友 想著去透過DSE 去做外國升學這個途徑的話 看看你什麼年紀 如果你已經差不多中四中五的 那就考上去吧 但是如果年多小的那些 可能要拿好後備方案 有機會萬一 你知道楊Sir很頑皮的 和那些朋友仔 那些閃博士那些 走去跟他們說一起做個研究 那你就答對了 那就真的沒得救了 這樣說吧 我又補充一句 我們之所以要將這個議題 拿出來去說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種的良好願望 希望考評局收受 就是不要再用學術來干預政治 希望整個考試用回你的初衷 就是高階思維 給多一些探究空間 給每一課 尤其是文科 包括歷史課 因為歷史課已經 自從出事之後 已經沒有再去問 中國和香港的政治的歷史 為什麼 因為你一問的時候 那個學生 就有個空間來說中國衰 他不讓你覺得中國衰 所以學生已經沒有了個自由空間 來根據學理的要求 來作出應有的分析 他淹了這個空間 那場子下去的時候 其實人家是會知道的 你不要以為這麼低低 人家會像台鳥這樣下去 所以如果考評局能夠做回它專業的水平 回復2020年之前的事情 是沒事發生的 但是問題如果你繼續去做話事做下去的時候 就很難擔保將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是的 也有機會將DSE 我們由一個國際認證的考試 變成一個中國認證的考試 都不差的 都不差的 是的 時間差不多了 星期天我們出街的時候 還要在那裡嚇一嚇一嚇家長 剛剛才開學 真的 開了學之後已經三次停學了 你說誰會驚嚇一些 我這樣也不驚嚇 我們那個夜市開幕講幾次 一講夜市就水浸 然後開幕就來黃雨 拿水為財很好 香港好事 好 真的希望大家 希望幫自己子女和學生 籌備將來 今天時間 很感謝楊Sir為我們簡單的分享 希望之後繼續和大家一齊 堅力地繼續見 謝謝各位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裏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裏 我懇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 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